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钱的本质 了解钱对我们的人生很重要 了解他 你就能快速的拥有他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加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赚钱了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能够越变越好 这是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情 老师也是一样 在老师的职业生涯里面 很多人会来咨询老师关于事业与财富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先务必先了解一件事 就是钱 他的本质上的意义 我们要了解他的 制成原因跟他的本质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去拥有他 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啊 一个像老师这样的一个命理研究者 或是一个修行的居士 谈到钱啊 这个也同错位的话题 有点太俗气了 不够超然 但其实啊 了解钱的意义啊 我们才能真正的超然于钱的态度 或许这样可以让我们有更全面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的财富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钱 他不会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绝对不是 各位不要误会老师的意思啊 老师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视金钱如粪土这种说法 也不是说我们很超然去当个清高的人士 好像我们这是怎么样把金钱的视若于无物 老师不是这个意思 老师的意思是我们要先清楚明白钱 也就是现代所谓的钞票 他的本质啊 其实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啊 就像什么呢 就像水电中的螺丝旗子 木匠用的锯子 画家用的画笔跟颜料 医生的听筒 等等之类的 一种工具 所以钱财本质它是一个工具 而这个工具啊 同时也是别人制造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使用的钞票都是印刷出来的 没有错 我们一般人视为珍宝的钱财啊 基本上都是透过别人的印刷机 哐当哐当 一直不断的印刷出来的 在这个钱啊 谁来印刷呢 大部分的时候是由我们的国家来印刷 少部分的 例如美国的美元 他是有联准会去印刷的 那香港的港币 是由汇丰银行印制的 每一张钞票 基本上都是这样产生的 各位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啊 赚钱存钱 好像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那请问我们赚钱的速度 存钱的速度 会比别人印刷的速度来得快吗 所以如果人生的目标啊 是在追求财富 储存大量的钱币 那么我们用大部分的人生去追求印刷机 印出来的纸张 会不会有哪里怪怪的呢 所以啊 我们要能够先明白钱的真实面貌 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可以取得他 有些人出卖时间换取了钱财 我们称之为薪水 有些人出卖需求来换取的金钱 叫做利润 有些人透过金融工具的操作 让钱去赚钱 这叫做价差 一张钞票啊 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用词变化 那么在这个很多种变化之中 如何是我们最合适的方式呢 这个问题啊 一如老师上一集 还有过去很多直播所谈到的观念 一样财富啊 大部分都是需求所具现化的 什么是具现化 就是要把思想把我们的想要的啊 东西变成得到 我们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要把它得到 这两者之间就是钱币有用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 我们肚子饿要买东西吃 我们就拿了钱去买了个便当吃 便当是需求 钞票是工具 我用这个工具换来了我实体上的需求 这就是把需求利用钞票来具现化 老师过去也一直说啊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你喜爱的事情 然后又能够帮到他人的 那么你就会很成功 这里就是他的原因 因为你能够完成别人的需求 别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他必须用钱财来跟你交换 他得到了你的成果 你得到他的钱财 而你这些得到的钱财 也会用也会同样的选择 你需要的物品或是服务 财富来把手上的钞票财富交换出去 所以财富钱币钞票它是工具 不会是一个结果 因为钞票不能吃 也没法拿来制衣 他只能够交换出去 这就是他的功用 那么我们回到原点 再延伸一下 你所拥有的技能 或是服务 或是商品 或是你的学士 只能满足很小部分的人 那么你就可能只赚到一小部分人的钱 换另一个层面来说 如果你的技能 或是服务 或是商品 是可以满足很多人的 但是跟你做一样事情的人很多 例如什么 我们回到卖便当这件事 便当是大部分上班族的午餐必备 所以理论上来说 在商业区卖便当 应该是非常发财的行业 但是只会有一个人卖吗 不 通常会很多人在卖 卖便当的人太多了 这样会回到哪里 你卖便当 反而只能卖给很小部分的人 因为很多人去分散了这个需求的市场 所以你又回到了 你只能赚少部分人的钱 那么自然你的收入不会有很显著的提升 所以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思考 如果你的服务或是商品 是满足许多人的 虽然同样在行业上 其他同行 他并不能够很容易的 可以做到跟你一样的 那么你就可以一在一样的市场里面 赚到只有你可以赚到财富 例如说什么我们所知道的海底捞 他很特殊 例如顺丰坏地 他特别快 这种策略 我们可以称他是差异化行销 他有没有比同行贵 有 他是不是卖火锅或是送坏地 是 但是他的特色会让别人需要 这就是他的差异化行销 所以我们面对金钱的本质 就是可以用什么换位来思考 什么是金钱流动的管道 这就很重要 如果需求跟金钱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联动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如何才能让钱可以快速的流进来 再换个角度 我们来思考看看 很多朋友在跟老师咨询的时候 在这个选择上面 然后选择他的职业 或是他的一个谋生方式 就会有很多的障碍 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即使你认为有市场 有需求东西 而且他很有卖点 然后找出差异化 那要如何去让有需求的人 用钞票来跟你交换 也就是购买呢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 要回到了钱的本质 来去反思这个问题 让我们来温习一下 钱是什么 是工具 工具用来做什么 用来交换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何交换 找到有需要的人 让他认定你的价格 然后他就拿钱交给你 然后我们把他的需求交给他 取得让他取得我们的专业 或者是他需要的物品 各位 这里面你看出端倪来了吗 是的 聪明如各位 一定可以从这里发现了答案 就是 你必须让有需求的人 知道你拥有这样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获得了他的钞票 财富或是金钱 他取得了你的商品或服务 这称之为交易 交易的本质就是交换 所以我们再次的去想到一件事 当你有了很不错的商品或是服务 而且不容易的被他人取代 那么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别人知道 那在现代我们称为行销 什么是行销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告诉对的人 也就是有需求的人 我们有这样的商品或是服务 所以他们应该来找我们做交易 回到原点 行销很难吗 好像有这么一点难 尤其在过去几十年间 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资讯的不发达 传递资讯的管道很封闭 不是电视 就是广播 通常业主必须花了很多钱 或是你让别人突然发现你这个东西太神奇了 做出口碑 你才能做到很好的行销 但是时间转到了现在 资讯 已经是直接的跳过了中间的的层层阻碍 可以直接到了消费者的眼前 像这样的一个时代 人人都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商品放在每个人的眼前 但是啊 也会有很多人来咨询老师 那要怎么做到这个 那老师请问你 你每一天滑手机 你都会看见什么 有的人玩手游 有些人看YouTube 也有人现在看那个很热门的短视频APP 例如抖音啊 或是西瓜视频 等等的 如果这些你自己都在用 比如说Facebook 比如说Instagram 那么你的客人也会看这些资讯 这个时候 为什么你没有出现在你客人眼前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就像老师好了 如果老师不拍视频 会有人知道老师其实是一个算命的吗 老师必须让别人知道老师是算命的 所以才会有人通过视频里面的资料 来找老师咨询 这就是老师让大家知道的其中一种方式 所以啊 老师这里建议在这个时代啊 尤其是2019年 这个时间 人人都可以免费的拍一段短视频 或者是无论是抖音 或者是西瓜 或者是YouTube 让大家认识你 知道你 如果你是提供商品服务的 你可以制作你客人会喜欢看的内容 例如卖餐点的 你可以拍摄制作过程 或是试吃的视频 不用像老师这样的帅哥或是美女 你自己来就可以拍了 很难吗? 拍视频会不会很难了 真的不难 难在是你有没有勇气 让别人公开的看见你 说到视频啊 当然老师还是有点惊艳的 老师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拍视频 没有人一次就可以拍到完美 刚开始拍不好 没有关系 不用求完美 不用说你一定要拍到 哇 真的是高超品质了 买进设备了 然后你才愿意放出你第一部视频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题材会一直一直不断的换 你让别人不断不断的认识你 而不是你拍一个 就想要有拥有全世界 视频 就是让别人不断不断 透过你拍的素材的内容 让大家来认识你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当一次一次的你的技术会越来越好 坦白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的技术 只有够多的次数 你说是吗? 次数够多了 熟就能够生巧 自然而然 你的粉丝也会看到你的成长慢慢的变多 名声也会慢慢的起来 自然生意就会来了 就像老师,虽然现在有几万个几万个粉丝 感谢各位支持 但是要知道老师也是从零开始做出来的 老师过去一开始的节目 跟现在的节目 品质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进步的 老铁人们,你说是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钱的本质 你可以选择用时间跟老板换钱 你也可以用体力来换钱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只有钱 那么大部分的情况 你会过得很痛苦 很不快乐 而且可能也不会得到很多钱 热爱你的生命 然后选一个 你既喜欢又能服务非常多的人 那么你不但有机会会很有钱 而且你会有了生命的喜悦 全世界要明白一件事 只有需求能够换钱 而需求是什么呢 他就是能够让人家快乐 是他的基础 无论是吃美食 吃到美食的喜悦 或是我们去旅游的快乐 或是穿新衣的兴奋感 或是任何一种的快乐 只要我们能够让他人快乐 那么我们不只有了福报 我们也会有了财富 更能够让我们的心灵 更加的富有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下方有我们2020年的流年解析 以及老师推荐的各项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老朋友回顾 若您愿意赞助本频道 下方也有赞助的方式 如果您需要老师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这边都有老师的微信号 可以与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